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厉害啊 大师兄 你到底是天山派的大弟子 啪啪几下就把那个臭老鼠给打怕了 你啊 少奉仇我 可是 师父就是这么偏心 把所有的真功夫都传给你 不是师父偏心 是你自己学艺不精 就你那条狗啃骨头的功夫 别赶到江湖上混 我武功怎么了 其实 其实我刚才都已经赢他们了 他们仗着人多 我才 好了 当时的心情我都看见了 自己既不如人 还逞什么能 一路上盯着我的根屁虫就是你 我怎么早没看出来 师妹 我可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再犯男装 打着我的旗号 在外面吓唬人 留了我的名声事小 伪伤了你的千斤之体 我可承担不起 我就知道 还是大师兄你疼我 我是怕天山派被人耻笑 好吧好吧 天山大侠 我叫天山二侠 三侠 四侠 五侠 六侠 七侠 这总行了吧 真的好无聊啊 早知道 还不如回家呢 不 要回啊 就回天山 可是师父已经赶我们下山了 这怎么是赶呢 咱们学医那么多年 也该下山了 可是啊 我真的很怀念那时候的生活 你还记不记得 有一次我偷偷地跑下山去玩 所有的师兄弟都下山来找我 害得山上大乱 我还记得 那一次啊 师父烦你打扫庭院 你还好意思说啊 我干嘛不好意思说呢 要不是那次激发灵感 你的秋风扫落叶 哪有那么出神入化呢 是啊 没想到当娘的傻丫头 一转眼竟出落得这么标致 少肉麻了你 小心啊 我以后找未来的嫂子去告状 什么嫂子 难道你以后都不成亲了吗 反正我以后才不要嫁什么臭男人呢 要不这样吧 我呢 就委屈一下我自己 陪你过一辈子好不好 怎么样 够一起吧 师妹 你真的要陪我一辈子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走吧 师兄 别打了 你来得真好 这个死老鼠偷了我的银子 他还当中羞辱我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明明是你丢的钱袋 我给你送过来还反咬一口 是你偷的 是你丢的 就是你偷的 是你丢的 就是你偷的 好了 到底怎么回事 师兄 你帮我宰了他 让他缺隔不断腿 千万别心疼他 算了吧 既然东西已经找到了 何必不依不饶 我们走吧 不行 我也没下这口气 走吧 走 这两位是 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 狄人杰狄大人 这位是狄夫人 草民宽连海见过狄大人 狄夫人 免礼 狄大人 这位就是我的大师兄 天山大侠 狄大人 狄夫人 我还有事 改日我到府上拜访 走走走 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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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这狄大人 怎么会在这里 那还用问吗 当然是办大案子了 谁的案子 这个嘛 此案非比平常 但是不能透露 我知道 我知道 这几天 风铃镇来了个特别重要的犯人 对了 刚才欺负我们家小姐的那个 怎么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啊 小姐 咱们那块玉佩 什么时候熟回来啊 那么贵重的玉佩 就换了一份饺子吃 太不值得了吧 什么玉佩啊 不管你的事 赶快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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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